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做汉马车的一个总结 不是总结啦 就是一个综合的分享 我们会针对汉马车 我们拿到最多的行别来做 来分享里面的内容 那汉马车 这个新一代的军车 或是说当然这已经没有了 所谓没有是 在博安战争后我们接受了数千辆的汉马车 不管是怎么买怎么拿 数千辆的汉马车有好几种新别 据说据说啦 据说这个 国军只有用四种新别 但是我看好像不止 不止什么救护车啦 那我们来看 就我们这次会针对不同的厂牌 不同的构型 来来分享说到底汉马车 它到底哪里好或不好 甚至于不同的比例 像这个1比35 在我旁边 这是1比48 因为1比48 其实坦白讲 1比48做场景是很棒的 那我当时1比48做场景呢 是因为要配合1比48的飞机 啊 什么 是的 1比48的飞机 当年我们在 当年我们在停机线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飞车子 可能我们的汉马车有点 有点 怎么讲 就配发到空军单位 所以我们上飞上场飞行 茶厂是开汉马车 空军 所以汉马车跟飞机在旁边并排 其实在我们的跑 在我们的大屏是 是空间怪的 在以前 所以我才会用1比48来 来来说明 另外1比48做场景呢 它的大小蛮刚好的 1比72 这很抱歉我太小了太小了 不好做 好 我们先就1比35的 这两个品牌 Academy Academy跟 跟Tamiya 这个不比较没有伤害 不看就不会有差别 一样的外观 差不多一样 当然啦 Japanese 日本货盒子 比较扎实嘛 也没有 都一样 都一样 M1洞46 M966 他们其实都是武装型的 的 的 汉马 当然涂装不一样 但其实内构差不多 其实我开过这车子 真的是 yeah 是的 驾驶 教我怎么开 我就开了 Acun嘛 对不对 Acun 这个专辑是献给你的 Acun yes 来 那 我们来看一下Tamiya的 Tamiya的零件呢 就很干净整齐了 就没什么 Tamiya就是Tamiya 是没有问题的 Tamiya就是Tamiya 就胶胎 都一样 然后人形 人形 人形 这个也都OK 然后 它的引擎啊 底盘啊 这都有 这都有 它是两个人形 它有 看你不同的 有 驾驶兵 还有 旁边借户的 都有 好 那像这一款 就有人形 那Tamiya的人形 如果真的要比起来 是有一个 缺憾 是这个 它的人形啊 刻画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都差了一比三 除非你买树子 的人形 就是人形都 当然早期的 Academy 是真的很差 不怎么样 但现在人家 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讲的Tamiya 它只有这个 头盔 头盔就只有给这一种 它就给这一种 如果你要做比较 丰富奇特的配件的话呢 Academy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概走一下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说明书 这个没问题 这个 从 从悬吊开始做 车架底盘 一直做 做到车底 跟真的一样 车底 然后 这里 橡皮 橡皮胎 然后 小小一台车 配件真不少 座椅也是很干净 应该说座椅也是蛮 蛮细致的 整个 车子里面的内构 现在坐里面 其实车是 阿露米核金 咯咯咯咯咯的 然后它是 因为这款只有 拖式飞弹 它包含拖式飞弹的 弹架都有 这一台 驾驶兵呢 拖式飞弹的 那个 三脚架也有 所以你也可以 买这盒 就是拖式飞弹 可以放在车上 可以拖出来 有驾驶兵 有射手 然后车顶砲塔 价上去 这盒还蛮多 但是Tamiya的缺点就是比较贵一点 坦白讲 它的东西就是比较贵一点 它也不怕你去比较 我的产品就是 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一款Academy的 我比较过了之后 我发现 其实套件细致度差不多 拍模部分呢 有的有多有的有少 然后呢人形呢 它给你 给你这个 除了 除了 头盔 布帽 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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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头型配件比较丰富 开模的部分也都还大同小异 我还没做 所以我也不晓得 这个怎么样 但目前看是OK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 Tamiya都不用修 不用磨 是啊是啊 你看这个底盘都有 这是Academy 悬调 这是50周年纪念的 50周年纪念 所以 这一次50周年纪念 应该是 很多人知道 它推出很多东西 你非常非常平民的价格 狂 狂扫整个市场 这轮胎也是橡胶轮胎 那Academy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的一样 它其实开模 就底盘悬调 跟Tamiya有点不一样 坦白讲 真的 但是 也不差 也不差 以致 它就咚咚咚就上去了 然后 内装 内装也是蛮丰富的 因为它只要Tamiya的三分之一价钱 嗯 真的三分之一价钱 那人型三个 这三个人型 一个帽子可以换 我刚给大家看过了 房东面具 水壶 蛋夹仓 有没有 它帽子可以换 然后托式 托式飞蛋的 蛋价 三脚架 跟Tamiya的一样 然后 人型也是可以放在上面 那在图形的制作上 绘制上面 Academy这边是又弱了一点 但是 你咬我 我只要你三分之一的价钱 你 你一千多块 我只要三百多块就有了 我只要三百多块就有了 所以很多人应该都有买到这一盒 他们要这一盒 也有人有 到时候我们来PK看看 到底它的 细致度 接下来 我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一下 1-48 这个款式 1-48 这款式基本上呢 一样 这都是 这款 它是软棚的 它可以装 可以不装 那这一款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的Tamiya那一盒的缩小版 变成1-48 大的有多细 小的就这么细 一比三鼠的多细 一比四八就这么细 就这么小 很有趣 一比四八 嗯 很适合 很适合做场景 一比七色真的很小 一比七色当然更好做场景 但是就是很小 你看看人形 然后 车子的底盘 帖子跟轮胎 轮胎也是 然后轮胎也是橡皮胎 轮胎也是橡皮胎 车架 然后这块引擎盖呢 可以 那个叫引擎盖 也可以更换不同的 隔网的方式 隔网的 行别 它是换这一块吗 嗯 真的很细 在这里 隔网 在这里 一比三鼠是镂空了 一比四十八就没有了 就没给你打空了 好 那 这一款呢 最大的特色 当然是除了有人 驾驶兵人行之外呢 还有这个 嗯 这个都OK 很细 跟一比三鼠不相上下 我要讲的是这个 嗯 这里 它可以做敞篷的 敞篷的完之后 它可以加顶盖 嗯 然后也可以 这应该被我放错了 应该是这盒 来 哦 这盒是有 这盒是硬顶的 武装型的车子 我们待会看这个是 可以做敞篷 然后盖子不要盖 嗯 就是一般我们在也在 教练厂看到的 嗯 后面有个 这边有个机枪 那最一般的是这个 那这一款 比较我喜欢是 它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一般型 嗯 然后这个盆子 可以打开 嗯 驾驶兵都有 嗯 然后那个盆子打开呢 是这样 嗯 为什么我 因为我们盆子打开 其实就是要看到 这个套件的精细嘛 你都盖起来 其实就看不到了 但是它就给你选项 你可以开 你可以 壳上 关上 嗯 嗯 它做这么细哦 我就觉得它很可惜 那个 引擎在下面 它就没有办法做打开 它就只有做这样而已 引擎的部分 嗯 就只有做这样而已 打开 试看看能不能开 嗯 嗯 所以一样啊 Tamiya的风格就是精细 开模 简洁 价钱 不便宜 嗯 这盒也要600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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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的 汉马车1比35 跟1比48的比较 也比较Tamiya跟Academy的差别 希望能够有帮助到一些 在选择上的一些建议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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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